混乱中找秩序 第22天 预留时间随时候命 耶稣在《马斗福音》25章19-21节这样说 过了多时 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便与他们算账 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上前来 乘上另外五个塔冷通 说 主啊 你曾交给我五个塔冷通 看 我赚了另外五个塔冷通 主人对他说 好 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世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在这个塔冷通的比喻里 从主人与仆人的对话当中 我们洞悉到天主的计划 原来他要从小事当中锻炼我们 每当他委派我们履行一些职责 无论大小 他都先会给予我们足够的资源及能力 也就是塔冷通 之后他看似离开了 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 但同时亦希望我们信任他 在我们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 他不会袖手旁观 特别是当我们主动向他求助时 他定会服云我们的祈祷 而在适当的时候 他会回来 虽说是我们交账的时候 实际是他希望亲自鼓励我们 以及给予我们支持或新方向 若我们好像比喻当中 勤奋的仆人的话 他会十分雀跃地说好 除了赞赏之外 天主也会托付我们去管理许多大事 当然也会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援 如更多的塔冷通 在这个循环不息的过程当中 我们渐渐成长 成熟和成胜 这就是我们在世的旅途 是我们修炼的过程 是为我们进入天国做的准备 天主希望我们参与他的救世工程 并不是因为这工作需要我们 而是我们需要透过这些工作 去装备自己 经过在人世间的磨练 天父希望我们能慢慢弃绝救我 与罪恶划清界限 从头天父怀中 若我们能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以他作为生命的中心 并让圣神改造我们 我们便可以一天比一天 更消似天父 这就是人生在世的重要目的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愿意预留空间 假如主人要求我们管理许多大事 而我们已有既定的喜恶 或我们的生活已经排得密密麻麻的话 我们哪里有空间 我们哪里有空间去接受新的委派 那天主渴望塑造我们的计划便会落空 我们不愿意或没有时间的话 就等于拒绝天主的好意 那么天主唯有另选他人 去管理天主需要人管理的事 试想象 如果圣母在领抱当日 满脑子是自己的计划和意愿 无暇聆听天主透过天使给她的邀请 或因为不愿意放弃自己原先的计划 而拒绝天主的话 旧恩利时岂不要改写 所以我们必须时常醒悟 除了因为要提防自己犯罪之外 我们同时亦需要时常怀着一颗开放的心 愿意接受天主的任何邀请 就算那些邀请令我们感觉利有不殆 或与自己原先的计划相违背 我们也应乐意放下自己的意愿 而跟随天父的旨意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及圣母玛利亚一生的写照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中 对众人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主耶稣这教导 总结了我们应如何跟随他 成为真实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意愿 预留时间 随时候命 并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愿意为跟随主而受苦 这条苦路最后会领我们到父的家 等待我们的天父 就会对我们说 好 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世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幻想 若天主突然向你做出邀请 但需要你放下你现有的工作和计划 你会怎样回应他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期待天主委派给你的工作吗 抑或会害怕或逃避天主的邀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知道跟随基督的代价后 你仍会愿意接受更多的塔冷通 任凭天主差遣 委身去为他效劳吗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天主 我的主 我的天主 我的主 不是不是向着你 而是向着我自己喜爱的事 我发觉我是自私的 没有为你预留时间 没有愿意随时候命的心 没有真心乐意 任凭天主 任凭你拆遣 做越乐你的事 你身为主人 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我主 我的天主 你真是十分可怜啊 不要让我再以自我为忠心 真心乐意成为你忠信的仆人 让我在大小事上都忠信于你 使之不渝 愿主垂见我的意愿 阿门 愿光荣归于父 即子 即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